剛好其實我們是有Solution的 就是我們一開始就講說 我們不是把自己定位成 加工工具的製造者 其實我們希望做能源管理 能源管理為什麼一開始 從台灣的機車開始做起 是因為台灣的機車 就像剛才局長講的 不管是從車口速 使用的引率 以及它製造的汙染等等 或者是太盤放 其實都有蠻大的一些問題 需要被解決 我們從這邊開始 但是我們做能源管理 其實看的是第二步跟第三步 這個我們現在可以用的電池 放在電動機車上面行駛 大概就是在 大概就是它的前三年到五年時間 它的充放電的電量是非常足夠的 所以你騎的時候是有感的 到五年之後 它可能續電能力還是很好 可是它已經不適合 大量的充電跟放過 那個時候我們就會把這個電池 移到它的第二個生命 它第二個生命的週期 其實就跟交通就沒有關係了 那第二個生命的週期 其實是放在很多的 再生能源後面去做電力儲存 今天風力發電也好 太陽能發電也好 它們都有一些問題就是 當你要的時候 它不進來給你 當你想要用的時候 它已經不存在 好 但是透過電池 可以把這些電能給儲存下來 當你想要用的時候 再釋放出來 所以我們的第二個 這個電池的Line Cycle 是從車子裡面拿出來 去放到再生能源的製造物後面 去做電力儲存 然後在城市最需要能源的時候 把它供給出來 這是我們在做的第二件事情 這樣子再生能源 才能夠更有效地被你用 東北季風一直吹的時候 剛好是冬天 你又不需要用那麼多電 對不對 所以怎樣去儲存它 可以去免耐 這樣的工作可能在持續的 五年十年左右 那個電池的效益 還會再降低 那第三件事情 我們想要做的 我們公司 我們一開始在設的時候 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拿電池 在這個所謂的備用 儲存電的生命週期之後 拿回去做回收 因為裡面還有很多 吸塗 這是一個做法 但是第二個做法 我們其實想要做的 是把這些 還是具有電的儲存的功能 的這些電池 拿到第三世界去 到了印度 到了非洲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 他們的生活裡面 是完全沒有電的 如果因為這個電 剩餘的能量 在太陽板下面 可以儲存一天的電以後 它可以把這個電池 搬到家裡面 搬到家裡以後 它可以煮開水 它可以念書 這兩件事情 就不知道要造福多少人 而且在那個生命週期的時候 我可以讓所有的 服務完全變成免費的 因為它前面的幾個週期 已經可以把錢賺回來了 所以最後一件事情 這個電池 會變成一個社會福利 或者一個社會企業 該做的事情 剛好就解決了 你們剛才講的東西 沒錯 頭對他們沒有異議 尾對他們很異議 可是讓有能力的國家 跟社會 先把頭的問題解決了 它的產業價值 可以用到中段以及尾段 這樣子看起來 我們用科技來管理能源 就更符合我們公司設立目標 而希望可以造福到更多 居住在地球上的人 而不只是居住在台灣 所以這不只是機車逛 而是南越逛 是 剛提到 副總提到這個能源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我們這一家 八大台那個智慧城市 我覺得台灣可以做智慧城市 我自己任務 大家都談得很廣 可是一樣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從你這個城市 你自己的特別的地方 我當然提到 我第一個我說 台灣我覺得它是一個運輸島 像我們最近那個 e-tech的成功之後 我覺得說全部都裝個電子拆牌 裝完之後 保證這個台灣就是全世界 最IGS的人 對 就是我覺得做的要做智慧 第一個就做運輸 第二個 我覺得能源是一個 因為 因為我們資源 我們就是沒有 我們就是沒有 沒有這些 有嗎 我們就是沒有財 所以能源我覺得是 是第二 第三個大概就是醫療 入醫療 在全世界還是非常的有名 所以我先從他剛剛 談到這個電的部分 就電的部分 就剛才就是 就是應該說 過工在跟我們談的時候 我也覺得說 一樣 我覺得你假如是做 只有坐計車這個 還是不夠炫 所以能源調度這個 我覺得是很棒的 那所以剛剛 剛剛彭鳳有提到 就是說 假如說這個能源 你是用可以做一個 再生能源槌 沒錯 因為再生能源 就是它沒有辦法 供應的很持續 所以你用一個蓄電的功能 然後再轉化成能源出來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對這一塊 也是很有興趣 所以剛剛您提到 就是說 這個 我們科幣新生 這個 有關這個 就是能源 我們要太陽能發電 我也很認證的 找企業來跟我做 這個企業合作 做太陽能發電 但是後來大家都沒有來 跟我提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是 我就是說 我想這個 各位還跟我們 其實大家都 我們其實是 我們現在是 真的是非常開放 只要你們企業 有各種的 新的想法 然後需要 有些實驗的場域 或是說 我們有 藉由不同的合作方式 然後來做這些 這個實驗的話 我們都非常開放 前一陣子 那個中心院 有來跟我介紹 他說他們做了一個 這個貨櫃 貨櫃屋 然後做太陽能板 下面那個就可以 那個電能 可以輸出來做什麼 一些應用 就是家庭用品 小阿車這些 後來 我本來想說 跟他談談 說你這個 他是不是要來給我們使用 我說好啊 我找個地方來給你擺 對 後來又不見了 然後我跟他說那個 我們那個公車停 公車後車停 其實我們那個是很大的 我說我公車後車停 可以 因為我們公車 像我們現在制度的站牌 我就跟他問說 這個 因為還是有供電 要持續的問題 我說你到底有沒有辦法續電 然後要我這樣 對 因為我以前我們 也做過一些合作 都是因為沒有辦法供電持續 所以我們還是有兩套電力系統 所以最後我就覺得 這個不了了之 所以今天也很高興 就是說 假如說呢 你們有這個 有很好的企業 有很好的技術呢 可以來幫科幣實現這個大量嗎 對不對 這個我們很樂意 就是說目前 我們都很樂意在提供這個場 像說我來跟我們談的時候 所以我們有很多停車場 或是 像我們是提供停車場 那另外財政局 還有一些地方可以提供給你 像 捷運公司有提供一些場域給你 所以說我們都會開放一些場域出來 跟做這些提供 那至於排協的部分的話 我可以代為 這個跟台語溝通的時候 我可能可以跟他們講一下 那一塊的確不是我能夠 我能夠提供 但是我們松山車站 我們松山車站 旁邊有一個那個 公車的停號站 上面呢 就是有一個麥字形的 這個 那 我覺得那一塊不錯啦 之前我就是 本來廠商來跟我談 我很想提供那一塊 後來他就沒來了嘛 就 就這個部分 費率提高 這個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覺得先 先來 因為他還有一個是 因為台北市因為大樓很多嘛 所以你有遮蔽的問題 他們還有跟我提到這個遮蔽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有市長的 加上霸實現 不然我們每天都在被議員列說 打圈先打插傷 哪天做到 哪天沒做到 我們現在已經看 每天都在這個議員質詢的時候 還是要問 所以 你可以做我覺得 因為這些事情 我還是覺得 就是說 我覺得能源的部分 能源的部分的確是 我覺得台灣應該是去發展的 那 對我們日照 不管日照風力 我覺得都 相對於歐洲的程式 我覺得我應該是比他們好的 只是說 對啊 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做不出來啊 雖然是要跟產業 這個就叫一下 所以你有任何好的想法 我都非常歡迎 那個大家來產這件事情 好 然後再來我們 我們再來說這個 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 我們要不要換電動機車 因為我那時候我也 我一樣 就是要那個 GoGo來跟我們 對 對 嗯 這口服的我剛剛好 你來跟我們談的時候 我還是太沒口氣 雖然就是說 我對於機車 就安全的部分 其實是等於台北市 最贏的 應該是說 我們必須要對 對考慮的部分 所以那時候 我也跟他們講說 好 跟我講 這機車做得太好了 我還是會去 幫你們去推動 但是安全的部分 還是 該管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管 好 但是剛剛你提到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鼓勵 台灣的機車去派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好議題 因為 因為像那個 我們環保局 現在在佩爾 在中央在做這個 就是二行程機車的派換 我就覺得 對呀 市長問他說 你 你一年要換幾輛 他說一年補助 然後換個幾百輛吧 我說那這樣 你要換大碼 收拆換 所以其實我 我會覺得 我們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資源 都有點太分散 太分散 對 所以剛剛像 比如說四十一 四十一這件事情 我也是蠻有意見的 像我們現在 我就會覺得 我就覺得是 你中央政府 你要 你今天要叫大家做什麼事情 你不能這樣四十一 叫你們自己亂做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也是很認真在做 但是我會覺得還是有點 就大家又分配式的嘛 那我會覺得說 這個 這個資料不能這樣做 所以我們那時候跟市長講說 欸 市長要是不是你拿到 我們只要節省百分之二 我們就二 兩億 對 兩億嘛 對 所以他還是一樣照片一分嘛 所以資源其實都有大聲 比如說這兩億 我們該留五千萬下來做個研究吧 到底未來 你十年的 你的這個節能計畫 應該怎麼做 我覺得這是比較有利益的 嘿 好 那所以 我會非常建議 你有機會可以跟這個狀況 政府建議一下 四十億不是這樣花的 對啊 我覺得這樣全部資源都打算 好 我們再回來 就是還是再回來這個機車這個問題 就是 所以那時候我們有在想 你應該怎麼去換機車比較有用嘛 所以我們辦這個問題 這個不行啦 你每次要補助兩萬塊 你不能說補助兩萬塊 他就把那個機車給賣掉 他可能又拿兩萬塊去買其他機車嘛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有淡數的 要淡數的 比如說 嘿 你換這個機車的話 不然你換電動行程 這要規定嘛 或是說我給你的錢 我那時候不然我給你兩萬塊 是悠悠卡的儲持機 你只能去刷這個共共運輸嘛 或是你只能刷我的這些共享信 這個可以嘛 對啊 第二個就是 既然談到這個二行程 現在開始二行程 我們現在已經到五期了嘛對不對 好 我現在到五期 二期三期四期 你應該要開始要定一個機會 我多久要放完嘛 你不能叫他們這些你不換 你還是把車丟在那邊 我是覺得 整個政策上面真的是力道太多了 我覺得力道太多 你都會知道說二行程是多少車子嘛 你就規定他說 好 你說二行程兩年內全部不發照了 全部排照收回來 好 你要換就趕快換 不然你就兩年後 就你有沒有優惠了 就全部這個啊 終結掉 其實我會覺得說 其實政府在做這些事情啊 只是說政府要不要 就是說 你有沒有魄力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找一個 足夠的稅服力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像現在PM2D5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這個稅服力是很夠的 啊再來就是說 有沒有最近那個 因為我被 被講那個漲價局長 但是我還是非常謝謝柯市長 就是說他還算支持我這樣的 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過去我們這二十年來的選舉啊 就是 大家都不願意掌 甚至越給越多 我覺得把我們的國家資源 都已經措置了 措置了 所以對不起 你們這些年輕人 就是 國家都把錢 收了 然後就還回去 他都沒有幫你們留一些 為你們去曝霧嘛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在這裡 所以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現在做這些漲價呢 其實只是回到說 我們希望把資源回到這個 正確的地方 今天 比如說我們要扶持這一些創財 政府也不會賺錢啊 我們沒有 我們政府不會賺錢 所有的錢都是 都是大家納稅人的錢 我們只是把這些錢啊 留下來 去扶持這一些創財 或是說好 比如說你要做這個能源 說這個太陽能板 這些 這些也 也真的大家在做測試的時候 其實前面都要以資金的投入 才有辦法出來的 其實我們應該是把錢 留在投資未來 而不是收了錢 還給你這個 這個公共運輸也補 然後 對 青島年紀也補 反正這補了一大堆就對了 說好說 你看那個 我們市政預算那個部分 真的很多 好 所以還是回到 回到這裡就是說 我覺得啦 我覺得就PM2.5 這個 這件事情 可以讓我們更有這個說服力 去說服全台灣的民眾 我們應該重視這個問題 第二個 也因為這個問題 你應該要去把 開始什麼 比如說好 兩年內二行程全部結束 請兩年內再三行程 這樣來做的話 我相信這個就會快 其實也不見得說 一定要大陸 對 不見得一定要大陸這種政治 我覺得我們只要有主作的說服力 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 讓全台灣人民來接受一個 比較具有未來性的政策 剛有一個很簡單的題目是 那個公募機車有沒有可能 讓我們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 我們找一個時間去 跟市長好好待 我真的覺得這個部分 可以做一個 因為最近應該還是有些建議嘛 好 好 來 等一下在這邊先 先前方 哪有 喔 妳是優先 還好 沒有 沒有 VD first 那很好的表現 沒有 妳是優先 我都習慣了 非常謝謝 我是中心院的溫培章 我要來呼應一下 剛剛這個局長說到的 我們的這個綠色橱窗 這個墨櫃現在在我們的院紙區內 然後正在進行最後的補妝 我們快會 還沒盪 這邊 對對對 那院紙在哪呢 就在各位的校園旁邊 長青街走到男生宿舍那邊 就是我們的院紙 所以到時候就歡迎大家 來我們院紙來參觀 然後後面就會有機會 希望能夠到市政府這邊來提供服務 謝謝 好 來這邊 你可 好 謝謝 就是 來大家 我是那個 國發索 那個研究生 然後這邊我是有個問題想請教那個 孔副總 就是說 智慧電站的這部分就是他們充電 充電的那個那個巷子的部分 我想請問一下 他的那個電網的使用是 使用臺電還是說就是 勾勾這邊自己部件 這是其中一個問題 然後主要是因為說 我們都知道說今年那個豐田 豐田汽車他一年的時候 他就一個 推出了全世界第一個的那個輕人車 那他對於 他其實是對於 他是對 要對抗特斯拉公司 那他對於特斯拉公司 最大的使用就是說 他主張說 使用零電池充電的這種系統 他對於電網的負擔 是會造成非常大的 就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假如說未來 就是在電動車都普遍推行之後 那大的使用充電的時間 的時候是會集中在一個特定的手機 像剛剛彭博說 在台灣的話 就是會只會在下半導管上這段時間 那對於電網的負擔的話 真是非常大 所以他們認為說 電動車這部分使用 離夜市充電系統 是一個 不好 就是不佳的解決方式 那 後來特斯拉可能 他也有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他在最近 他又推出一個 就是那個 拋過的獨立的太陽能 那個充電系統 那 所以我這邊就想要詢問說 那GoGo對於這樣的 可能是Toyota這邊的 這個看法 或者是特斯拉這邊的做法 這邊對於他們的看法是什麼 那是不是未來就是 可能GoGo這邊也會 也考慮說 就像剛剛那個所說的 在 前一批的 充電系統 這個充電電池 可能效率衰退之後 可能再用這些電池 在GoGo再把它 重新製作 然後變成一個 自己獨立的充電系統 是不是有沒有這樣的規劃 是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然後來減低 因為我們都知道 台電電池其實是 非常老舊 那 能不能負擔未來 GoGo在 就是電池車快速成長之後 對於這個電池的提供的 分配的安全性 還有獨立上面 是不是有一個這樣的 就是 推廣的部分 對 我想要學完這方面的問題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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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先生長 這個行業在歐洲的習慣 就是所謂的 女子優先 那麼在 這是前輩先進 然後回到台灣 後輩前進 完全沒錯 我這個行業 對不起我這個 比較straight 夠straight 那個 不懂 請問一下 你原來有一個 PowerPoint裡面 你的六秒是什麼 Sorry 你的六秒是什麼 電池交換時間 交換時間 所謂的plug in 所謂的drop out and plug in 謝謝 所以三十秒是不存在 三十秒是不存在 那個只是一個 好 你要給他賭了 如果超過三十 OK OK 謝謝 那另外我本來要求教你 是PLC Poto Life Cycle 後來因為這位帥哥他一講 你後面都講不出來了 那但是說怎麼樣從 你就是可以撇開 Social 這部分 真的做到手接頭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你可能可以做得到 那有機會 才跟你撕得比較輕易 剛剛那個 這個局長在談的時候 對不起 我不知道一聽 因為他這位先人後來來 我就聽到高來高去 因為我做國際行銷權就運走 所以我們就不管是失誤 最主要是募實 我一定要請教你 這個確定有了以後 瑪特拉那個我在法國 OK 我也知道 但是他幾乎是中運量而已 可是他就啟壓到 原來公車系統的 是那邊的運量 你要承認 尤其是他內部的 現在讀公車 他內部的這個座椅 整個大翻就在很變 你剛才說的 所謂的滿載Pillow Pillow 所謂四十五十 但是你可能要這樣再看 有修理做一下 你就清楚了 我現在要講的是 如果說像 新創事業 當然不能夠收入到 可能還 我覺得不是Innovative 我也不認為是所謂 Inventive 我覺得你更應該會做是Innovative 不要用兩個愛顏 怎麼都別人做了 那至於說你後面 都想後面要問你 不太多教 可是你有機會多看看 多去看看 尤其是我們從去 不算什麼 就是跨越那個橋 那幾個橋 最主要是從外面前台以後 那個會怕 那個這麼會怕 但是我們的運量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不是所謂的 木可先生 領導的團隊 沒有充分去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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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兩輪車 兩輪車 又半個 可以拉起來 這個 這個真的非常好 他考量到那個什麼 Space Sherry 像那個 在那個 那邊都滿多的台大 周老師選手 那個那邊很多都是 所謂的 Double Staking 但是機車可以嘛 除非你要做折疊的 那但是你後面你要做三輪四輪 那那個三輪他們的扭力部分 那如果說你要做四輪的那種 你看已經講了 其實你們這都已經收到法單了 這個所謂的Black Eyes 到這部分的詳詞 你不要碰嘛 Sorry 好 你吸引了幾個問題 我沒有把這個事情做好 但是任何一個信用公司 都面臨一模一樣的問題 就是資源有消失了一些 所以沒有百分之百完美的答案 我們努力往那個方向前進 所以各位的想法跟意見 都是我們可以參考的方向 但是我們也會 也沒有辦法說先 就把所有東西全部一次做到位 一路一路嘛 先回到那個電池的問題 我相信 就好像現在的汽車產業一樣 在汽車產業裡面 有好幾個不同的流派 在看這個環保階段 過去有汽油柴油之爭 有渦輪引起之爭 有油電系統之爭 就是複合系統 到你講那個氫燃料電池 有很多種方法 但是有沒有哪個方法一統天下 沒有 我相信這個世界的競爭 它的公平性 是可以誘導各式各樣的科技 來減少能源的使用 但是能達到一個交通的電力性 所以我相信我們的方法 使用電池其實是其中一種 它會不會贏得全世界 我們沒有那麼大的希望 跟打算 但是它會是其中一個方法 來處理交通問題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電 所有的環電站 都是架在台電的電網上面 所以我們自己沒有辦法發電 台灣唯一可以賣電的公司 叫台電 沒有一個公司可以賣電 所以這個是 非常清楚 所有的環保人員都看到事情 所以我們並沒有自己在身邊 但是我們使用環電電 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我們是真的做得到的 就是今天我們在 前台北市的85個環電站 它不是非常傻的 你把電子繞進去它就充電 它會去預測說 這個區域的 需要的這個環電的量 我剛剛說 我沒有大數據 所以我知道 大概什麼時間點 人家會進來環電 大概什麼時間點 這個需求會降低 所以我盡可能把我充電的速度 在低風的時間 減低 甚至不充電 往後避煙 對不對 在高峰的 用電 台灣 台北市城市裡 用電高峰 我可以充電 到沒有人用電的時候 我再充電 因為電池的好處就是 可以儲存電能 而我一旦知道了 我們用戶什麼時候進來 需要的需求的時候 我就會把之前 來先準備好 或者更早的時間做得好 或者是它電池回來的時候 剛好這件事是用電高峰 我就不先充它 我晚一點點再充它 這是一個方法 另一個方法就是說 其實每一個電池回來的狀況 很大一樣 有些溫度高一些 有些攝影鏈很高一些 有些是用到半沒有了 或者說這個區域 剛好最近有一群人 一次把電池給用完了 所以它的這個 存電量太低 我們在每一個這個 換電站裡面 都透過三七十十個 所以四階的圈套 是不會隨時回到旅端 所以我們知道 每一個充電槽裡面 電池的攝影電量分的狀況 我們會去智慧的控制 所以有一些電槽 可能會衝得快一些 有些會衝得慢一些 有些去主充 甚至說這個電站沒有 我們會把四周的電給換起 所以你能不能稍微衝快一點點 來解它這個電站的這個需求 我們在整個 背後的雲端系統裡面 就利用大數據 去給我們很多很多的資訊 跟這些使用者的開門 透過這些分的 來調整我們充電的這個需求 盡量的跟城市裡面 用電的監工時間做區隔 讓電力的運用達到最高的效果 這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未來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想做 其實我們跟台北森林也談過 就是說這些電站 平常都是我們機車在交換 未來有別的工具的交換 但是如果有一天 剛好颱風來了 急難救出的時候 那個區域整個斷電 那個站會裡面充滿了能源 它是可以從那個站 把電池拿出來 去幫助其他人做別的事情的 比如說三四個禮拜前 台灣有一個很大的颱風 一來吹 那一天放颱風架 可憑比較辛苦一點 然後那個颱風架放了以後 大家就說 哇 這個好像不夠大 什麼之類的 放了颱風架 我們只問一個問題 請問颱風架的時候 加油站該不會來上班 有誰能回答這個問題 是上還是不上好 很難對不對 上班人家是別人之地 不上班那我加油的時候 誰來幫我架 我們的站85個 在颱風那一段時間 一共被吹倒了5個 吹倒了5個 不是我們站倒的 是因為那個地區斷電的 剩下的 其實那時候應該有83個站 剩下78個站 每一個站都是24小時在領域 不需要任何人 這就是這個 這個環境系統的優勢 那同時 那倒的那5個站 在未來 hopefully 我們可以convert它的電源 變成那個區域的 幾難究極 所以它的路燈還會亮 那個區域一間 起碼的安全的設施 不會因為電網的斷掉 而完全沒有電 這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有一點點平安的效果 我不是要努力 但是我剛剛可能對於中具短隔點 不是要問那個 我記得您的話 因為在颱風那一天 我正好 一國的一對夫婦 從淡水回來以後 我讓您 feel better 就是說 後來以後 我已經斷定了說 我已經斷定 不再上個立班的的話 到了台北一定的時間內 絕對被卡掉 也就是那個捷運所開的 後來我 那但是我看 外面看了以後 確實還有相當多的機車主 還在那邊陪 所以你有機會的話 你不妨給你看一下 那一天 光台北市 大台北市進去 有多少 所謂injury 就你安靜的 廣義的 不是說你好過於 我沒有其他意思 我是借你的話 但最後我想 試想給你教我 你的所謂essence 吐吸或吸毒 你採上去的心會如何 謝謝 這個因為我不是念這個 化學類的東西 我是負責行銷的 您問問題 超過我的專業知識的時候 我一下就暫時無法回答 不好意思 我可以 如果您在這邊的 比如說原材料的取得 這些東西 有任何的問題跟想法 我們可以轉購入 但是有一件事 我很清楚的 就是說 電池的運用科技 現在非常廣敗 如果今天把電池拿掉 各位的生活 很多東西要完全當機 你的手機也是電池 你的智口型手錶也是電池 現在車上有很多電池 所以我相信電池的科技技術 以及環島首先取了一個平衡 一定會有專門的公司 跟技術在繼續做它 我們是電池的使用者 我們不是電池的發明者 或者是創造者 我們會想辦法 用最好的科技來滿足電力的需求 但是電池真的不是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也希望有一件 可以有更綠色和環化的電能儲存的方法 而好處是 我們可以在這樣的 Fone Black下面換下不同的介質 來做電能儲存 這個也是隨著科技的進步 是有辦法做到的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回覆 然後剛才您也特別提到的說安全問題 其實我們的車子是有能力去做限速 但是是有能力的 直接從我們之前有跟台 公共進去台大人台大王 才過一個計畫 說因為其實一般的學校都非常不願意 機車進到校園裡面 因為覺得它速度太快很危險 我們的車子因為跟GPS連結 其實我們是有這個技術能力 坐到車子進入校園這個area的時候 油門吹到你 它可能就只有學校規定的數字 30號40號不確定 甚至到某個區域以後 你說要完全進行 到那個區域以後 油門吹到你它如果也懂 但是可以這麼做 可以這麼做 但是要有人要給這個政策 而且要去幫你推動它 那當然這個車子如果離開校園的時候 它就可以回到正常速度 我們上次跟台北深山不談 U-MOTO的時候 他希望我們限速在40或者60左右 這我們可以做到的 這沒有任何問題 技術上明天的東西都可以在今天時間 只是用戶會怎麼看 因為老實講我講這個車子 我現在如果就限速60 可能我的買機又遇到一場片沒有了 所以我們永遠會在商務 跟食用跟安全中間找到一個平衡 但是科技給予這個能力 就是看消費者怎麼樣接受 科技給它的便利 或者是科技給它的舒服 好謝謝 謝謝剛剛副總講到一個 蠻實際的問題就是說 新創事業沒辦法那麼理想 理想它如果活不下來 什麼理想都沒辦法實現 所以剛剛我們一開始講 我也提說 大家如果是心理想的理想會沒有環保 但是消費行為沒有環保 那其實很多這個新創的公司 活不起來就永遠都沒有機會 所以最重要來說回到說 心態上的環保 從此在消費上也要很多去做 當然從政府角度 從一些大眾共同政策 就比較容易做起來 所以在什麼時候 局長的責任要多一些 是是是 好這個我不聽到 接手接手 好我們時間快到 我們在有問題的 還想問的幾個手 我看一下 這麼多 我知道 這麼多問題 我們還是三個問題就好了好不好 這邊圈 然後剛 兩位同學 我們讓同學多一點機會好不好 兩位同學 我們要一起問的 我們就其他就是 私下再來解決好了好不好 來 老師們還有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在我提問之前 我可以先做個小小的問題 問選 請問在場的人 騎機車的 可以舉手一下 有騎機車 自己有機車 或家人的機車 不是電動機車 是自由的機車 OK好謝謝 自由的機車 好 那可以看到到 還算不到一半 對不對 那我這邊想要提 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就是說 為什麼 就是之前 澎湖就有推行電動機車的計畫 那為什麼當時台北市沒有做一個考量 或者說 也許有考量 但是沒有做一個計畫的事情 那就是 這個不一定要回答 因為我想中間有很多問題 但是我想問的是 為什麼 第一個考量到的是機車 不是汽車 我剛剛查過 台北市擁有汽車駕照的有279萬 那換算125的機車總共 總共是4464萬 也就是說 如果這些汽車的駕照 假設他們都有汽車 讓他們不要開汽車 或是換成電動汽車 那將可以創造出4464萬的碳排放量的降低 跟消失 所以為什麼汽車不做呢 OK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剛剛那個問題不一樣的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就是我想問的是 我想替 因為我的機車我騎了將近十幾年 可是我一台二手機車我騎了快十年 那為什麼我在等一台好的電動機車 可是我那時候等得到 然後或是 就是自己沒有信心 然後後來我看到 那Gogoro的時候呢 我又被網路上的評價給嚇到 然後有學弟說 我們蛋漿 我騙蛋漿 又有人過彎的時候 Gogoro這樣就不走 其實Gogoro真的很強 他應該是會有 電動機車的首選 可是我後來因為 一些原因就沒有 那 OK 我想問是 如果金用 Gogoro這用沒有太多問題 我想問大陸運輸工具 為什麼大陸他們搭大陣運輸工具 捷運 十幾站才十塊錢才低 而我們的大陸運 我們的捷運工資賺了這麼多錢 可是從 OK 賺錢到發大量的紅帝到現在 從來沒有做的票價降價 那我剛剛這樣覺得 一個非常好的 譬如說 發悠悠卡扶子機 我想就會對有助於我們 降低這種 摩托騎士的人使用需求 可是就是中間他還有很多問題 那為什麼我想 畢業多問就是說 為什麼你的大陸運輸工具 不降下呢 謝謝 好 選出 各位兩位 問題的怎樣 你好 我是台大工廠管理學系的同學 然後我想有一些問題想請教一下 彭副總 因為剛才 副總有講到 Gogoro的目標其實 並不只是一個電動車公司 而是目標是能源公司 所以未來會有 使用電池的一些不同的計畫 然後也提到了電動車 其實國外也是非常有興趣的 所以想請教一下 我們副總 短期內Gogoro 比如說明年的目標 會有什麼 哪一些策略 比方說是要繼續鋪 全台的這個Go Station 還是會有產生一些新的產品這樣子 然後想請問一下 如果想要往國外發展的話 您對於同期 中國大陸有一個 小牛電動車這樣的產品出現 你們會覺得它是一個 可能競爭對手嗎 好 謝謝 好 謝謝 OK 我們這邊來 剛剛有幾位幾首 再來一位來看 好 請 來 採取一下 前面 採取一下 問一下那個副總 那我一直問那個 就是最近比較 火火盒盒價格的問題 那就是 對於你的數據來看 其實蠻多的用戶 還是都成功清正 可是那就是其實現在 像現在 那你的數據大概 才是兩三千輛的銷售量 那假如說你要鋪這電池計畫 那你勢必是要把 用量拉到幾大 才可以幾大化這個效果 那你為什麼沒有定價 可能在定得更輕易電 讓它大家可以更容易去更換 成電動車 來達到能量 好 謝謝 我們適合請 這個還是前副總 我們先 來吧 去來 去去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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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